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今晚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的節目主持繼續有我 Hini 還有我阿朗 好 今晚大家也聽到了 如果大家早點進來有聽到 我們現在都會在開播之前 再加一首歌 我們剛才播的當然很出名 就是陳奕迅的《歲月魚歌》 所以我相信大家如果聽到這首歌 再加上我們現在這個題目 應該大概都會猜到 今晚的節目主題 將會和這個 坐飛機飛行這件事有關 通常說坐飛機的戲 你想想坐飛機也很悶 有戲多數都不是好事 好像是 你這樣說一說 好像大多數都是說一些不太開心的事情 如果我們坐飛機開開心心的戲 今晚應該唯一一部喜劇 就是放在最後的 所以我們今晚的節目 第一部當然就是講近期的新戲 上個星期 剛剛上映了《奇妍伊士活》 《銀壇鐵刊》 演移歐則道 差不多兩三年又出一部新戲 他出戲的頻率 但他也很老下 其實已經出八十幾了 但他還可以拍的 是啊 每年都有戲出 今次這部SORI 就是這個 《殺利機長迫降奇蹟》 這個呢 其實是真人真事改編的 TOM HANKS 大家都看到 有POSTAR的男主角 TOM HANKS 又做CAPTON 即是幾部 應該後面我們會再講 有一個笑話 其實後面會有一個 這一部戲 TOM HANKS 飾演這個 Chesley Sullenberger 機長 這個花名就叫Sully 這個機長 話說在2009年1月15號 Sully機長 駕駛的一架全美航空1549號班機 在起飛之後 不久 就發生一件 非常罕見的事故 這個事件 叫做BIRTH STRIKE BIRTH STRIKE的意思就是 了擊 即是在飛機的引擎 不小心撞上了一些 雀鳥的鳥群 這個雀鳥 兩邊引擎被雀鳥捲入 而且兩邊的 因為飛機的引擎 是在兩邊的 兩邊的引擎被雀鳥捲入之後 全部關火 沒有動力了 大家都知道 如果飛機的引擎 沒有動力的話 應該會發生什麼事 應該都會猜到 那真的很糟糕 是啊 薩利機長在那時候 就作出了一個 極之冒險的決定 急降於哈德順河的河面上 這一件急降的事件 居然是 真的被他成功了 而且機上155個成員 即機組人員 連乘客155人 是全部 安然無讓 是無村無難的 是 這個可以說是 航空史上 其中一個 都幾史無前例的一個奇蹟 這個故事 當然就是 用這件事件來做一個設入點 說實 薩利機長在作出了這個狀舉之後 當然受到市民為媒體 一致捧為英雄 但事實當然不盡於人意 之後公司和航管局的調查 就認為 其實薩利機長在那時候的決定 是錯誤的 因為是無以飛行的結果 其實是顯示了 薩利機長在那時候的情況 原來是可以 決定 即是可以 折返回本來他起飛的機場 那 奇連伊邵 他近年 他執導的電影 其實 你會發現到 其實電影的格局 都比較偏小 當然 奇連伊邵 都八十幾歲 所以 其實這個格局 都相當適合他去處理 表面上 其實這個故事 就這樣聽過故事 我想大家都可能會覺得 是 歌頌美國人 一些 英雄主義等等 但是 如果大家看到 奇連伊邵活的電影 其實 都會發現到 如果說英雄主義的話 其實 奇連伊邵活 其實他自己是 不是很喜歡這件事 其實他自己是 那 電影其實是在滲透 兩邊的 兩邊的時間線 那 一是 一個時間線 就是 薩利機長在事件之後 準備要開聽證會的時候 那個心路歷程 那 另一邊 就是他不斷想起 當時到底發生的情況 因為呢 一邊穿插著一些回憶的時候 阿薩利機長 每一次都會 在回憶上 都會 是有少少 錯誤 即是回憶上 即是 甚至乎 是發惡夢的時候 都會看到自己 當時的迫降 是失敗了 那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我覺得是 去到 差不多接近中間的時候 其實都開始看到 阿奇連伊邵 是想 開始講一些 公眾和媒體 一直在歌頌著他的時候 這種媒體在不斷地消費 薩利機長 即是把他的英雄事跡 不斷地消費 但是呢 這種疲勞轟炸 亦都是 和那邊 調查那方面 亦都是不斷地 質疑著他 令到他 是 有多少錯亂的 私水 嗯 嗯 即是剛才說的 這個傳媒的 一些行為 令到薩利機長 他自己可能有一點質疑自己 和他身邊的人 都會有些質疑他的時候 這個令我想起 其實不太關係 但是 年頭有一套戲就是 抖失 抖失入面 其實都是 有一種 嘲諷一些媒體 嗯 一些 不實報道 或者是一些 煽動之類的東西 嗯 但是 嗯 兩個處理手法很不同 那這套 《奇言依士》 他的處理手法 其實都很標準 就是他的戲 全部都很 很工整 他的戲 首先一定 另外就是 我自己個人覺得 這套是一套很標準的 後九一一電影 嗯 後九一一電影 其實就是那些 你會看到當中裡面 社會和主角 社會上有不同的聲音 有很多矛盾 但是最後 大家團結合作 都可以容易化解 這種精神 在九一一電影 其實很常見 是 如果大家都想 最明顯的 後九一一的 其實有一段對白 我也挺深刻的 就是 話說 薩利機長 就 做這個狀況之後 有人跟他說 就是 紐日很久沒試過發生 一件航空事故 但是是一件好事 來 那這個 真的在說 九一一的 其實根本就是 傳遞著這個思想 那 就是 表面上 薩利機長 這個 壯舉 就是 他自己個人 作出的這個決定 是 一個英雄的壯舉 這個是 會令人聯想起 一些英雄主義 但是呢 其實 後來 如果大家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這個 危難的過程 看到 其實美國人 那個 已經是開始 有一種 團結精神的 一個體現 這部電影 嗯嗯 就是 到了後來 為什麼 這個 無以飛行 的 重現 是會 指出到 薩利機長的 錯誤決定呢 就是因為 電腦這件事 是以不到 人 以不到人性 這一件 那 所以呢 其實這個 也是一部非常之人性的電影 我覺得是 啊 啊 奇連伊少爺 他的電影 都很喜歡用這個主題 嗯 嗯 不過今次這個 講人性 我覺得比起之前 他那幾部呢 特別是 American Sniper 那些 美國追擊手 沒有之前那麼重 他是有這個元素 但 沒有講得那麼重 嗯 所以 但是呢 我覺得這次 奇連伊少爺 這次 那個 也都真的 值得在 下年 如果下年的頒獎季 看到他 我覺得就真的不奇怪 這次的 對啦 湯漢詩 你覺得他在頒獎 湯漢詩 我覺得這次 他 交行貨 他的行貨 他的行貨也很好 就是 他是一貫水準來的 是 湯漢詩 都是供應好戲之人的 如果大家都想看下這個真實的 迫降的故事 大家都 還在想 還在新鮮鮮熱 你剛才你說 Captain他有個笑話 什麼笑話 是啊 話說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就是一些 就是 電影的演員 過常 過常 慣常會演出的一些電影角色 就是 例如麥迪文 就是 經常被人救的 是啊 美國用最多錢去救回的人 話說呢 之前上網看到一個笑話 就是 千萬不要跟湯漢詩去旅行 為什麼呢 就是 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看到 這個 Cast Away 有沒有記錯 Cast Away 阿波羅 太人神13號 這個 機場客運站 還有這個 導海追擊 是的 Captain Phillips 這個導海追擊 全部發生的都不是好事 跟著 湯漢詩去旅行的話 是 但是他每一套都真的 很有發揮 有發揮 還有去到最後 都是沒事的 但是 如果跟他去旅行的話 就真的 大家買定幾個平安鐘 好些了 所以 今節 我們要介紹這個 殺利機場 暫時來到這裡 大家都可以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捧場 好 今節的時間來到這裡 阿朗 今節之後 我們播放什麼 話說小弟 是一個很忠實的 Arctic Monkeys 粉絲 主音 Alex Turner 他有一對 The Last Shadow Purpose 裡面有一首歌 叫做 Aviation Aviation 即是航空 航行之類的 其實要切合這個主題 讓大家欣賞一下 這首其實是新歌 在今年年頭才出的 好 我們先去一去歌 稍後回來 好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 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第一節 講完這個殺利機場之後 其實我們第二節 這一部戲 是早過殺利機場 但是故事 其實都有點相似 我想說是 這一部 其實是2012年底 香港那時候 應該是13年頭上的 這一部就是 機密真相 叫Flight 剛才也說 故事跟殺利機場有點相似 但是內裡其實都大有不同 而且 這部是drama很多 這部是原創故事 因為是 drama很多 對 這個故事 大家都看到 主角 就是 美國公認了 影帝級人馬的 Dansel Washington Dansel Washington 他飾演的機場 阿W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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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蘇尼一樣 在駕駛的 他負責駕駛的 這班航機上高 遇上了一些事故 要逼降 最後 當然 機場 保住了大部分人的性命 亦都被各界 視為一個英雄的形象 但是 調查的時候 發現 阿Wip 在Flight之前 他體內的酒精和毒品的含量 是嚴重超標的 所以 這個時候 就出現了一個道德的困境 就是 這個人到底是一個英雄 還是一個罪人 等等 前半部 阿Wip 都可以說是一個挺英雄的形象 雖然是 會看到他 在專業措手上 是嚴重地失當的一個人 但是 他的能力和狀距 就凌駕了他自己的缺點 這部戲 羅伯 詐米基斯 如果大家有印象這個導演 就是拍過《阿金正傳》 和近期的那一部 《The Walk》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詐米基斯這部戲 其實大部份時間 都在討論 阿Wip 和律師 和在司法調查 兩方面的周旋 雖然 他一直在調查過程中 有很多不理的證供指向他 但他也可以用自己 因為他是一個講求結果的人 即是用這個狀的結果 其實是掩飾了自己的一些錯誤 但是 去到最後 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是最後半個小時 突然之間 這個故事是開始有一個 推述 有一個小的推述 就是 國律師告訴你 還差最後一樣證據 只要你說幾句謊 去推到一個死了的空姐身上 其實所有東西都可以了結 所以這個原念設置 這類的設計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在娛樂性和人性反思上 其實這部電影也挺不錯的 這個導演他拍的電影 其實娛樂性一定不會低的 即是 他拍的電影一定有某程度上的 即是 不計娛樂性 也有某程度上的緊張 即是你會 他把主角塑造得很容易打入你心 即是頭那大半個小時 其實他都是告訴你 他已經告訴了觀眾 那個飛機出事 其實與他無關的 他很賣力地告訴你 很賣力地告訴你 其實他喝酒 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就跟他工作 飛機炒是無關的 那導演不斷地灌輸這個思想 給觀眾的時候 在後段其實你就會多同情他 那麼 如果你 不是用這個處理手法 你就這樣看的話 你就會覺得他喝酒是值得的 即是如果你看新聞 你看到的話 即是就算他是對還是錯 你看到他是醉酒駕駛 那你都會覺得他是一個不對的 是的 你想想 剛才也說 他是一個 即是 他不停地用這個 啊 最後我是救了很多大部分人 如果不是我 你翻機上面的人 全部沒有一個 可以行面於難 那 那就 然後 基於這一點 其實我 這個主角 其實是 Dazel Washington的角色 是真的演得相當不足 一個很混亂的人 其實他是一個混亂 很迷惑 還有大家都 會看到 到後來 其實 其實 VIP這個角色 其實是 完全是不能夠自製的一個 失控的人 但是 就跟他這個 這個機師 機嘴的身分 其實是 當然是有所帝足 大家都知道 你喝醉酒 你醉駕 毒駕都一定是犯法 你何況拿著飛機呢 你飛機上面 你是拿著幾百個人的名字 你一掃到事件室 大家都是這樣 但是 這個故事 其實 其實 大家都 如果看 都會看到 Dazel Washington 其實他後來 都已經有 開始出現一些掙扎 到底 他應該 給自己的錯誤 繼續下去 還是 是 追求一個解脫呢 其實 我自己沒有看過演員列表 但是 看到後面 有一個 賣毒品給他那個人 我覺得 好像 Bick Labrowski 裡面那個 是嗎 我沒有印象 這個 我真的沒有印象 還有 這部戲 我發現 信仰的元素 都很重 對 他裡面也說了不少 耶穌 對 挺有趣的 剛才說 Ripper是一個很混亂 和一個很迷惘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 應該 就是 怎樣去 其實他心裡 是很想 戒掉這些 壞的習慣 你會看到 但是 他不知道怎樣做 其實 都有不少美國人 都是不少 美國人的 生活的寫照 我覺得 還有 他自己本身 一開始是沒有信仰的 都知道 他是一個 很爛的人 但是 現在時刻 就 說一句 就是 上帝 拜託你幫幫我 這個 真的是一個 尋求救贖的 一個 指示 我覺得這部戲 其實 有很多元素 沒有在裡面 所以 其實 如果大家看到後面 其實 關幾刻 他到底 他會 作出過什麼 抉擇 我覺得 真的 不要 另外補充少許 資料 關於剛剛阿謙說 美國很多 遇走的人 其實不僅是美國 很多地方都有 如果 這個教育的 資訊 如果大家有這個問題 其實 其實在坊間有一個組織叫做AA 叫做Alcoholic Anomerous 那是一個 支援群組 那就是 那就是 他整班都是有同一個 酒印也好 毒癮也好 什麼人也好 那 整班這些人 圍在一起 互相支援 一起去 戒酒戒毒 那 在香港其實 我不知道 有沒有廣東話班 但是 英文的 我知道是有的 但這些是否 外國人 其實外國會比較多 可能在香港 或者是 中國地區比較少人 去進行這個活動 那其實 如果你說AA的話 他裏面做的事情 其實跟教會差不多 嗯 就是整班教友 福音介密 福音介密 其實那個教條 好像有十項 還是十二項教條 那樣 他裏面都是跟信仰有關 但是他當然沒有指明 是要信耶穌那些 但是那個處理方式 跟你上課會一樣 是啊 但是整班人一起去 有些活動 就令到你去 不會去喝酒 那些 那樣 大家如果看完這部戲 如果 看這部戲的觀眾 是有一些 就是 試酒 遇酒的習慣 那就 應該都會有 都幾深的反思 應該會覺得 啊 真的要想一下自己 是否真的 應該繼續 沉淪在這個 酒海裏面 是啊 其實這部 相當之有反思價值的 一部電影 所以 這部戲 其實很大路 那時候 都上過一段時間 所以 外面好像找到碟 大家都可以找來 欣賞一下這部戲 好啊 今次介紹完這個 機密真相之後 我們第二節 第二節呢 因為 關於 有毒品 有酒 經常都很容易 被人想起一些 Bang Red Hot Chili Peppers 就是其中一隊 在這方面 都幾有經驗的 Bang 經驗嗎 所以 他們有一首歌 這叫Aeroplane 裡面其實不太有關係 但也是 吃個字 和飛機有關 告訴大家 好啊 OK